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 如果有不好的东西 你会希望自己不准 这是影片 这是影片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今天我们来专文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佩佩 欢迎收看第七季的《上海名人访》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嘉宾很特别 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Seniwar Mythos Resources 的 Saha 你好 Saha 你好 我为什么刚才说的这么特别呢 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课题呢 很多的朋友会觉得也许有一点悬 那因为 Saha 本身是一位占星师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讨论 很多的朋友其实对占星这一块 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 就讲占星 讲星座的吗 讲什么的呢 到底是这个占星它所涵盖的范围是在哪里呢 那其实呢 占星它的确是有包含星座在里面 只不过占星它会比较深入 那里面就会有包含 太阳 月亮 水星 木星 海湾星 冥王星的这种组合在里面 所以透过整个占星盘去探讨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事件它会来得更加的细腻 这就是大家对于占星它会有很多疑惑 那一般上我会跟大家解释就是 其实占星跟紫围斗数是很相像 它们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 然后紫围斗数是两个小时换一个盘 然后占星盘呢大概是15分钟到30分钟就换一个盘 所以为什么它会比较复杂 明白 所以OK 这么复杂的我看可能老师讲说 可能要跟你沾一个星盘的话要用几天的时间 那我想说身为一个可能消费者吧 那我沾了这个星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OK 身为一个来想要得到咨询的人 他来就是想要知道可能他目前是比较迷茫的 然后他完全失去方向 那透过星盘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大纲 让他去探讨 原来我的星盘里面可能我对这个东西是有兴趣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那你就可以拿我们的建议就开始去摸索 到底你对这一块有没有兴趣 再去重新的去发掘起来 可以这样子讲吗 可能就是你内在的有一些潜能 你自己没有看到的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沾心 可能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或者你曾经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比较 一直纠结或者是一直重复性的问题 那也许通过这个星盘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从而对症下药 对 好那但是说到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会很奇怪 就是Saha这么年轻 怎么会就是从事这个沾心的工作 我知道说你的家里的一个背景是蛮特别的是吗 对对 你的是 母亲 母亲 就是是他人家 我的母亲她是 其实我母亲在我从小到大 跟我的父亲是带着我们一直在道场就是 福童 我们叫福童 然后就会帮助大家就是可能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也会用草药的 那我的母亲她就有这样子的敏感体质 她就是可能有被受任要跳筒 可是她不接纳 所以在刚刚开始我踏入这个行业 其实我母亲是蛮担心的 所以我就讲 我的女儿是不是要跳筒 因为毕竟她对这个行业是不是很认识 所以你母亲是有这个体质 可是她没有接受这个任务 对不对 她没有接受 所以你是从小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 就是帮人家带讲福童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 那其实我想知道你小时候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 或者是说父母从事的这个工作 你会有抗拒吗 没有抗拒 我觉得是很快乐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就是可能我们在路上这样子走 然后有人车祸 他们永远都会停下来帮助他们 OK 了解 所以但是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你妈妈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要好像走上他们的路很担心 对 对 因为毕竟是蛮辛苦的 如果是跳筒 那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决定要自己走上这一个 灾心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 就是在大概一三年的时候 我就是患了忧郁症 那我就是被关在医院两个星期 在这两个星期里面 就是在里面 为什么在医院里 就忧郁症很严重 所以必须要关在医院里面两个星期 对 那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自由活动 就是我是完全是好像 拘留所这样子被关在里面的 嗯 然后 因为担心你会做傻事 对 就是有24小时监管这样子 哇 那是很严重的 对很严重的 OK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去探讨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最主要的那个原因就是 我没有目标了 没有方向了 所以到我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有接触一群是佛牌的 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辈 就他们就一直带着我 就去跟我讲一些佛经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从事了 泰国佛牌的行业 我先从 继续售卖吗 对 那 其实我的最大的那个成就感是 这个人来跟我买东西 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有让他释放的感觉 嗯 然后我的前辈就跟我讲 其实到最后 你是不需要带佛牌的 就因为这一句话 然后我就一直去探讨 为什么这个老前辈以前带我进去 到最后他跟我说不需要带佛牌 所以我就一直去找答案 我就去参加了那个静坐冥想 然后就开始慢慢接触了很多这样子的玄学的东西 到最后原来那一句话就是 你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那个主宰者 你要相信你自己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不是有点矛盾吗 对 是有点矛盾 或者这样子讲吧 可能有一些人他需要借助一些 我们讲的辅助品 对 来帮助自己 建立 划过或者建立那份信心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 可能你的那个老师傅是看到你 已经找到自己内在的一个信心 所以就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辅助品 对 对 好 那只是说你是从事以前就是卖神牌的 一个行业 然后呢 之后这个之后呢 你又参加静坐 静坐的时候其实你 你在心里面内在的时候 你听到的是什么 我静坐 我基本上我都是让他放手的 嗯 然后其实Saha这个名字就是在静坐里面拿到的 嗯 它是什么意思啊 我用了一段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去找那个意涵 那不断断你就这样用这个名字 对 我就用 静坐的时候这个名字就出来了 对 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 我去找这个名字的意涵 就在土耳其文里面 它是法庭的意思 嗯 就是法庭的意思就是一个 判断是非的地方 对对对 ok 所以我就觉得很悬 我就很喜欢就一直用到现在 嗯 明白哦 那你自己创立的这间公司呢 叫做seniva mitos 这是什么文 拉丁文 拉丁文 它的意思是太阳的恩赐 嗯 最主要用这个名字的意涵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那个product 全部都是大自然植物的东西 嗯 所以他们都有吸收太阳的能量 了解 嗯 好这个呢 我们在等一下广告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谈 下半段的时候再跟大家了解一下 有关产品方面 可是对于 就是说你觉得说身为一位占星师嘛 嗯 那你就是刚才讲了静座之后 然后又用了这个Saha的这个名字 就开始帮人家占星嘛 对我有开始 可是占星不是要学的吗 你是对 有去学 有有 嗯 那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接触到占星的呢 就是五一中我就看到占星的课程 然后我想欸 原来星座真的是有这门学问 有这个科系可以读 所以我就 欸就一直去精修啊 就几乎每一年 我都会把以前所有的课都会复课一次 嗯 那做了就是这个举动多久之后 你开始帮人家沾星 基本上我一开始学我就已经帮人家沾了 但是那时候是没有收费的 纯粹就是一个练习 嗯 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准吗 很多人都会这样问啊 你觉得呢 哈哈 就是有那个天赋 开始这样的时候 你朋友都会觉得你是那种很准的这样 知道是吗 偶尔会希望自己不准 真的吗 如果有不好的东西 你会希望自己不准 哈哈 哈哈 那你有没有一些个案或者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 我们觉得 有时候大家说 命运是操纵在我们身上的 那可能有一些听的话 像我们讲的占星师啊 或者算命师啊等等 都是作为一个参考 那我想你可能当中 你自己曾经也经历过 很多人跟你讲了很多的一些 其实你自己应该也有去占卜过还是 有吗 还是没有 有 我还没有会 我还不是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去占卜过 嗯 那他们怎么讲你 批得我好惨 哈哈 批得你很惨 就讲你不好吗 对 他批到我的命好惨 好凄惨 所以你听到的时候呢 我听到我是非常沮丧的 嗯 然后我也渐渐把这件事给遗忘掉 然后知道我已经踏入了这个领域 我就想 当初帮我算的这个人是用另外一门学问的 所以我就朝那个学问去找 当初他这样子找 讲我的那个答案出来 到最后我就 原来是那一个 那个算命师的 口述的方式 嗯 有问题 不是说 这个命 不是 怎样讲啊 其实一件事情是一样的 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它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对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候这个算命师他讲你的命 有多惨吗 好惨喔 他那时候就跟我讲 小女孩 你的婚姻不好的 你有婚姻你也是可能是小三 然后我就听到好惨喔 我命中注定就是小三 然后我就去学了 学了过后 我老师诠释的方式就是 其实你的婚姻是属于不传统的婚姻 怎么说呢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婚姻里面呢 就是 男生是大的 女生是小的 嗯 那不传统就是 女生是大的 男生是小的 哦 这样子就已经硬了 那个命 你就会破掉了 这样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了解 所以是要找小过你的 对 就可以了 对 哦 所以可能就是 你看学派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我刚才一直强调就是说 有时候呢 一句话是 一样 就同一个意思 可能你的声音与调所呈现出来不一样 那个意思就变掉了 对 对对 真的 明白所以也没有这么惨 其实 所以 这个例子 作为当你做这个占星事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讲的 警惕 对 非常重要的警惕 嗯 了解 好 那我在想说 你开始的时候更加占星占了多久之后呢 就发现说 你不想 为什么最后你没有想要继续占星下去呢 呃 因为其实 我们要帮人家占星其实蛮费力的 因为要解一个盘需要用蛮长时间来看 然后很多东西要去探讨跟考量 嗯 然后 在今年的MCO呢 就可能公司的那个产品的 那个销量已经开始有一点负担 就是我已经复合不来了 嗯 所以我就把那个服务先停掉 嗯 因为我不想要草草了事 嗯 所以我就宁可把它停掉 了解 所以你在 呃 你觉得说 OK 你刚才讲的很多人去 因为你在这个服务这一块 我看到的是占星是心理层面的嘛 对不对 它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呃 可能在 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的时候 嗯 可以在你们的指引之下 就是 找到一条正路 对 是像什么 对 那你在这么多的占星的 呃 就讲你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哪一件事情是你在占星的时候 是印象最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一个女生 也是因为感情问题 嗯 当然我也好像当初的那个算命师 可是我没有讲出来 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可能他的结果是不好的 嗯 可以再讲的思路一点 不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 一定分开还是 啊会分开的 嗯 可是我是给他很多的希望 我没有把这个东西说穿 我就是一直陪伴着他 就是偶尔就是问他 哎 你最近过到怎样 嗯 然后到最后他真的是分开 可是他跟我说 他没有难过 嗯 他讲其实我知道 你看到 但是你不要告诉我 哈哈 可是这会不会很矛盾呢 因为你跟他讲 直接跟他讲事实的话 也许他已经知道结果 这个人是不会开花结果的 对 但是你没有跟他讲事实 可能很 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 哎呀这不准了 当时他不是这样讲的 他讲的时候是 OK的啊 很有希望的 为什么最后我们会分开呢 这样会不会有这种被质疑的矛盾呢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职业最大的考验 你要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很准的 还是你想要真的让别人有释放的 因为如果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讲 不能开花结果 他可能会失去了 他后半段的非常快乐的时光 那为什么我要剥夺他这个权 嗯 对 因为如果你跟他讲事实的时候 他脑海里面可能一直记住的都是不好的 对 对 了解 OK 所以宁可被人家说不准 对 也不想去消灭人家的一个希望 希望跟期待 对 对 OK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下来呢 就是呢 Saha呢 要和我们分享一下 在他的创业过程当中呢 原来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产品呢 那这个产品可以怎么帮助我们呢 我也很好奇 所以 稍微来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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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